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语看时间 上周为了恢复推特的公信度 马斯克向两名记者 一位是著名的调查记者 独立媒体人马特·泰比 另一位是原纽约时报的记者巴里维斯 公布了一些他接手推特之前的公司内部文件 上周五 泰比通过推特公布了第一批文件的主要内容 曝光了推特平台 在马斯克接手之前如何审查推特言论的细节 特别是针对纽约邮报 关于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丑闻的报道 事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一方面是保守派对2020年大选结果产生更大的质疑 因为在推特上发生了一切 也会同样发生在脸书 谷歌 油管等平台 另一方面 左派阵营则表示 推特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公司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似乎大家都这样做就不存在问题了 而左派媒体的新闻触角 不但没有对众多的新闻爆料感到兴趣 反而开始对马斯克和泰比发起了攻击 其实泰比和维斯都是左派记者 泰比原来是自由媒体的宠儿 一个尖酸而滑稽的左派记者 他曾经因为对华尔街尖锐而无情的打击受到称赞 赢得了国家杂志奖 这次他不过是本折媒体人的专业精神 披露了挖掘到的令人震惊的事实 但是左媒开始挖出他曾经为滚石写过东西 而抨击他 说他是叛徒 是马斯克的代言人 一定从马斯克那里拿到了不少好处 马斯克也被描述成一个右翼的极端分子 原本都是左派的泰比和马斯克 在历史上的今天被描述成右派极端分子 很耐人寻味 而在2020年大选中 马斯克投的是拜登 在出席吸引了10万听众的 推特空间的网上答问活动时 有网民担心马斯克的安危 问马斯克会不会自杀 马斯克说他从来都没有过自杀的念头 又补充说 如果有一天他被自杀一定不是真的 这已经不是马斯克第一次公开谈论 可能遭遇死亡了 他在今年5月也发推提到了神秘死亡的可能 当时他也强调他一定不会自杀 在一次公开的采访中 马斯克还承认他的人身安全 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他说 坦率地说 我遭遇不测的风险很大 甚至有可能真的被人射杀 所以绝对不会坐敞篷汽车出行 泰比原计划在周末进一步公布更多的内幕消息 大家翘首盼望 却迟迟不见动静 原来两名记者收到的第一批文件 都标有光谱贝克的标签 负责发送文件的是一名叫做吉姆的人 威斯感到有些蹊跷 就打电话询问推特公司 那个叫做吉姆的人姓什么 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吉姆贝克 听到这个名字 威斯说 我经的下巴都掉到地上 原来这个贝克是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 陷害川普通俄门的关键人物 他是FBI的前高级律师 也是CNN的前分析师 据《纽约邮报》报道 在2014年到2018年间 贝克担任FBI的前法律顾问 当时FBI是在詹姆斯·科米的领导下 他还在联邦执法机构 与反川普的彼得·斯特·佐克 和丽莎·佩奇合作 后来贝克涉嫌向媒体泄露材料 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几周 与记者大卫·科恩联系 之后 科恩于2016年10月31日 报告斯蒂尔档案的存在 那是一份由前英国间谍 克里斯托夫·斯蒂尔编制的文件 用未经证实的说法 将川普牵扯到通俄门中 而且贝克还是特别检察官 约翰·达勒姆针对网路安全律师 迈克尔·萨斯曼议案的关键证人 当时萨斯曼向FBI举报 川普组织与总部位于俄罗斯的 阿尔法银行之间有秘密通信 FBI调查以后发现并非事实 达勒姆表示 苏斯曼曾经在2016年和贝克会面 并且在涉嫌为谁工作的问题上 向贝克撒了谎 贝克还受雇于布鲁金斯学会 这个学会在虚假托俄门指控中 也扮演着培根式的奇特角色 总而言之 贝克与所有跟托俄门虚假指控 有关的人物和机构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迫于压力 贝克在2018年辞职 推特迫不及待的邀请他加入 他于2020年6月正式加入推特法律团队 和加德一起 在封杀亨特丑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上周泰比公布的内幕中 一个关键的因素被掩盖了 那就是FBI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扎克伯格曾经说 FBI找到他让他屏蔽某些重要的信息 估计FBI对推特也有类似的要求 12月6日 马斯克发推说 鉴于对贝克在压制公共对话 重要信息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的担忧 他今天退出了推特 同一天 国会共和党人也向贝克发出了一封信 信中要求他与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联系 并且在下届国会期间出席该委员会的会议 马斯克说贝克被解雇前 他询问了贝克关于笔记本电脑压制丑闻的事件 贝克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 泰比和维斯现在都已经恢复了对推特内部文件的搜索 估计下一次爆料将会有更多令人惊掉下巴的内容 周一马斯克又因为卧室风波被左派攻击 知情人士向福布斯透露 员工周一返回公司工作的时候 看到了一间间简单的卧室 里面铺着未经整理的床垫 单调的窗帘 分析人士称 这些床是推特为那些在办公室为推特2.0 通宵工作的硬核员工们准备的 不过令马斯克不解的是 推特公司因为卧室风波而受到了旧金山市的调查 他12月6日在推文中怒怼旧金山市长伦敦·布里德 他说旧金山市攻击为疲惫员工提供床位的公司 却不去保护儿童免受芬泰尼的威胁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 你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他还附上了一个新闻报道链接 报道称一名婴儿在旧金山的一个游乐场 意外涉入芬泰尼后险些死亡 不过马斯克也有些好消息 早前马斯克和苹果开战 后来双方并没有兵刃相向 马斯克表示苹果不会下架推特 现在苹果已经全面恢复 在推特上投放广告 是推特最大的广告商 马斯克还发文感谢广告商重返推特 但是并没有表明是哪些公司重新回到了推特 投放广告 看来马斯克这段时间罢评热搜 还是有所斩获的 在泰比公布推特封杀电脑们真相的内幕后 川普指责民主党与大科技公司勾结干预选举 和舆论界的口诛笔伐的焦点 说他想终止宪法 川普回应说 我所说的是 当出现大规模和广泛的欺诈和欺骗时 正如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 无可辩驳的事实所证明的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纠正错误 川普最近诸事不利 12月6日 纽约一个刑事法庭陪审团裁定 他的两家公司税务欺诈和伪造商业记录罪名成立 公司可能面临超过160万美元的罚款 去年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在对川普集团 以及长期担任该公司首席财务官的韦塞尔伯格 进行了多年猎务调查后 提出起诉 说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 川普的高管们经常将假期奖金包装成咨询费 川普甚至为韦塞尔伯格的孙辈 支付了私立学校的学费 这在很多公司都是很普遍的做法 相比于拜登家族跟乌克兰和中共白手套之间的腐败 要我说只能证明川普和川普公司的清白 现年75岁的韦塞尔伯格 于8月份被迫95项重罪指控认罪 成为检方的主要证人 可能面临几个月的刑罚 不过他并未牵扯川普 虽然川普本人并没有受到指控 但是这样的猎物行为 目的就是要牵扯他的经历 让他无法继续总统选举 好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次见